場空報告 開始測試 駕駛收到 現在目前看到這個成果 前兩年在負責設計 然後之後第三年第四年 就產製出來車子 第五年才經過測評 那這個部分其實 主要就是我們要滿足到 用兵跟造兵兩個結合 我們做出來 軍種想要的一個武器系統 透過時代射擊影片可見 不管是進對進進對動 還是動對動都能夠精準 射擊目標物 射擊穩定性相當良好 已經完成了初期作戰評估 是我國第一輛 由國人自行設計製作 擁有全部智慧財產權的 輪行戰車 中科院具備的 電控制服的開發能力 可以有效提升 砲塔的旋轉速度 以及精度 搭配我們自行撰寫的 射控軟體 以及射控系統 可有效提升打擊精度 縮短接戰時間 尤其台灣四面環海 代表中國共軍 可以從任何沿海地區 實施登陸作戰 不過目前國軍現役的戰車 都是鋁帶型戰車 其實不利在海岸沙灘 或是河川地形上作戰 而輪行戰車最高時速 可達到每小時100公里以上 快速激動是鋁帶戰車的 兩倍以上很適合在沙灘河川上行駛 滿足現有的作戰需求 我們的輪行戰車 它最高的時速可以達到100公里 所以它在跨區增援 它就可以利用輪行載具的優勢 來去做這個執行它的任務 所以它的特點是 它可以快速迅速的去移動 但是它也可以同時 它具備有腰動物的戰車炮的火力 對方如果真的發動 這個大規模的搶灘的話 這個時候這種輪行套車 它就可以藉由它 因為它是用輪 一般的車子的路輪 作為它在路上行駛的工具 因此它可以快速的使出鹽體 也可以快速的進行位置變換 然後進到你的戰術位置裡面 對攻擊軍的部隊加以攔截 性能規格上 105公里輪行戰車 具備全天候作戰能力 有360度環境系統是標準配備 同時將引擎馬力提升到600匹 能夠加速爬坡性能 此外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和美國M1A出戰車 具備相同的列艦功能 可提高攻擊效率 達到循環接戰目標 只要車長搜索到第二個目標 按下列艦模式 其實主炮的炮口 就會自動指向第二個目標 這樣的話就可以有效縮短接戰時間 在正常狀況下 車長還必須要賦予射手新的目標 在我們的列艦功能底下 就可以有效的節省這方面的時間 其實使用戰車炮作為主炮 並且搭配炮塔的戰車 早在2007年台北航太展上 就有公開展示出 代號是黑熊的105輪行戰車 但是後續計畫就沒有下魂 直到2019年 軍備局又重啟編列7億7884萬元 執行列爆章案 也就是105公里輪行戰車研發案 第一樣車於2023年6月30號完成研發測試評估 第二樣車則在2024年1月31號完成 而第三樣車預計在2025年完成驗證以及產製 有機會取代CM11、CM12戰車使用 其實在十多年前的那個台北航太展就已經有展出黑熊樣車 那只是說後來的構型跟設計跟概念其實都做了很大幅度的調整 所以才有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車 它其實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甚至連車身都完全不同 各國輪行砲車外觀雖然相似 但是實際用途並不相同 以105公里輪行砲車來講 美國已經退役的史遂克M1128全高2.64公尺重量18.77噸 主要用途是支援步兵作戰 而意大利半人馬二型裝甲車全高3.65公尺重量約30噸 通常扮演騎兵單位快速打擊的角色 能夠快速抵達目標區接站 配備120公里滑塘炮火力和防護力 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擔負主力戰車任務 而至於日本16式機動戰鬥車全高2.87公尺 重量大約26噸 用途則是要取代剛退役的74式戰車 可滿足日本本州機動的作戰需求 每個東西運用的想定跟它的需求不一樣的時候 它設計出來的東西即便長得像 但是實際上是不同的事物 從這個角度來說 台灣的需求可能會跟日本或者是義大利較為接近 105公里輪行戰車 預計要取代CM11以及CM1兩戰車 但目前第一第二的樣車車身都超過3公尺 專家學者憂心 此高度恐怕讓車輛成為敵軍目標 甚至在高速機動支援之下有翻覆的可能性 急需改良修正 目前我們看到雲豹車的輪胎大概差不多直徑 差不多是1.1到1.2公尺左右 三個大概就加總起來 你會發現它的車身比三個輪胎還要高 也就是說它至少的高度是3.5公尺左右 那這樣的高度其實在輪甲車裡面來說 其實在戰場上來說高不高還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這次的輪行戰車它的體積是非常巨大的 不過我們並不曉得它最後的構型是怎麼樣 只是無論如何就算是以原本的雲豹調過去 它的車子都還是太大 而且很難透過像原地回轉的方式 在狹窄的地方可以很好的移動 就是可能用比較直白的話講 就是可能會在狹窄的巷弄裡面卡死 對這是有它在運用上的一些需要考量的地方 面對外界擔憂楊喜米上校表示 車程高度問題預計第三樣車 將會將車高從現有的3.3公尺降到3公尺以下 目前來講D1 D2的高度大概是3.3左右 在經過測試的狀況下 性能是符合需求的 需求單位提出一個需要降高的建議 所以我們在113年1月 我們就針對這個部分再去做討論 那我們初步把目標定在3公尺以下 那目前也通過了一個構型的雀樣 那我們之後會往這個目標前進 那在114年我們會做出來D3的另外一台樣車 那這高度都會比這個降30公分 當然啦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這個D3樣車明年推出來的時候 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我也很誠實地說 我大概沒有辦法抱太大的期望 因為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你它能夠拿到的預算去設計 跟生產這個原樣車的這樣一個經費 就十分地有限 這次國防部軍備局和中科院等等單位 通力合作 花費了7億多元的預算 研製完成第一第二樣車 2024年又博增2.9億給軍備局 前後加起來總共有10億多元的研發費用 比起日本花費超過37億元 打造的16式機動戰鬥車來說 投入的資金成本相對低廉 但是否過度追求國造國車這件事 專家學者認為不該為了做而做 不要為國造而國造 因為很誠實地說要花那麼大的投資 跟你的回收能不能夠成正比 因為其實軍隊這個東西 它本身不是一個生產事業單位 你國家政府拿錢預算砸下去之後 它就是永無止盡的花錢 因為你國家的這個預算規模就這麼大 你不可能兩全其美 這個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同時民眾也擔憂 在烏爾戰爭當中 有數以千計的無人機被用於執行任務 而我們的105公里輪行戰車 卻未設置無人機板製系統 應該審慎列入考量才行 我們覺得無人機這些東西 其實會是不對稱作戰的很重要的裝備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的對手偏偏也是無人機大國 所以換句話說這是他們本來就有的優勢 那你在想辦法建立自己的優勢 去對抗對手的同時 首先你要了解的是 對方一定也知道怎麼去對抗這些東西 所以你不能夠只是說我現在看到什麼 而是我必須想說 我未來要怎麼去讓這個優勢 能夠真正變成優勢 以及對方如果本身也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你怎麼去對抗它 不過台灣因為戰略情勢 還有國際地位等等問題 武器自治落實國防自主有絕對必要 如果我們去回想說 包括像1979年台北斷交之後 我們其實在取得武器裝備 甚至現有裝備維護升級上面 都出現問題的狀況之下 多多少少還是會覺得說 你自己一定程度的掌握這個 對國家安全有絕對的幫助 畢竟台灣在國際處境上面 向來是比較不方便些 那可是反過來說 現在的情勢如果對我們有利的時候 那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再做一些一定程度的鬆綁 去讓資金的運用更有效率 這當然也是一個考量點 同時面對現實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中國 他們不僅有兩百萬名現役常備軍人 同時還擁有最先進的裝備 不斷增加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而近年來台灣軍校招生 以及募兵情況不佳 積極自製研發軍購投資增加士兵的士氣 同時加強訓練不過於守舊 都是我國軍事必須積極努力的地方 你今天你要跟人家打仗 你要知道你的裝備沒問題 可以跟人家一拼 如果你還沒跟人家上場 你就發現你的裝備根本拼不過人家 那這個仗怎麼打 所以今天買這個M1A2T 雖然有非常多的人說買這個車不恰當 或者要有各種意見 但是我覺得它至少會讓我們的官兵 有一個信心就是說 我的裝備不比你的裝備差 我們還是有放手一搏的這樣的機會 台灣在國際上受到各種限制與挑戰 面對中國共軍的軍事威脅 考量到國軍資源以及能力 積極自製與軍購雙軌並行 都是確保國防整體實力的關鍵 自製自製中的膠